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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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川你要去哪儿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你不要把我拟回去 是生是死都是我的事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 你不要我们母子了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用 不就是混吃等死 还要给我治病 耗尽了家当 我不要成为周家的累赘 我更不愿意卖掉孩子 来求温饱 天川 就算你一无所有 一无是处 你也是我的丈夫 是孩子的爹 我们不能没有你 你别哄我 我不要拖累周家 我只是个累赘 你让我死了算了 林天川 我怎么劝你 都不肯回头是不是 既然你都不顾 两个孩子了 那我还有什么 好顾虑的 要死 一块去死 走 走啊 若芸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若芸 若芸 你居然愿意陪我一起去死 你居然愿意陪我一起去死 我不配你 我不配你对我那么好 天川 尼川 我回家吧好吗 来 我背你 你背不动我呢 霓蓉 在任心堂 是谁背的你啊 你背不动我呢 铁川 我絕對不會留下你一個人 來 走 爹 媽 铁川 铁川 來來來 快快快 快起來 起來 起來 铁川 你可算回來了 把大家急死了 媽 不好意思 我又讓你們擔心了 我 好好好 什麼都別說了 趕緊進屋吧 來 铁川 來 來 來 铁川 來 來 铁川 铁川 可是沒想到弄半天又給你添麻煩了 我們是夫妻怎麼能說是添麻煩呢 都是我不好 是我太疏忽你了 身為你的妻子 連你的心裡在想什麼我都不知道 铁川 铁川 這怎麼能怪你呢 自從我受傷之後 我們就成了有名無實的夫妻 我覺得我實在是虧欠了你 你 我已經不配做你的丈夫 我走了 你就自由了 或許這樣 你就可以有機會重新找到幸福 你怎麼能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不在乎什麼有名無實 我在乎的 就是我們兩個人共患難的這份情意 铁川 你聽好了 你一天是我的丈夫 就一輩子都是我的丈夫 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 你永遠都是我最親最親的家人 折騰了兩天你也累壞了 好好歇歇吧啊 爹 來 聽心 聽用 爹 您回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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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想你 爹 爹能活著回來 再把你們抱在懷裏的感覺 真好 真好 鐵川 怎麼會是你 鐵川 你把我嚇死了 你也太不夠意思了吧 我怎麼感覺你是存心陷害我似的 是嗎 你這兒子 是嗎 你也不夠意思吧 你現在是說的 你去想從哪兒房子 你去哪兒 爹 你去哪兒 但是你也要想远一点 要是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最难过的 还不是若云和两个孩子吧 我知道 世红 不好意思 让你这么辛苦奔波 别这么说了 你能平安回来 才是最重要的 那 那你们聊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是林铁川 下回你再这么耍我 我可不饶你啊 你也替我想想 你要真有个什么闪失 到时候你两个孩子 来找我要爹 我 我拿什么生给他们呢 禀风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欺骗你 你消消气 那 我给你磕头赔罪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 磕头就不必了啊 不准又下次了啊 姐姐 你以后再也不许离开我们了 对 再也不许离开了 乖 乖 这个家 就不成个家了 铁川 背负这一家之主的责任 他的心情 我感同身受 师公啊 你对周家情深义重 我很感动 只是人生不能再来 过去的 就回不了头了 怪我当初的固执 害苦了身边最亲的人 周伯父 过去我对您有很多 不谅解的地方 也请您原谅我 如今 我已经能够了解您 心系周家香火的无奈 对了 关于周家那栋老宅的事情 已经在进行了 我会尽快地帮您 把那栋房子给赎回来 师父啊 你要这份心就足够了 周家的老宅 是我的命根 在有生之内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赎回来 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若云说得对 眼下 我们之徒能有个平静的日子 周家给你和你的家人 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周伯父 您的意思是 担心我的家人 再来打扰你们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 再来打扰若云的 射红 我看算了吧 当初 强占我们周家老宅的人 都是些赌场的恶鬼 你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 没有必要招惹他们 要是惹祸上身了 我们周家可担待不起 伯母 世红 你和禀风已经来了 好一阵子了 雪梅一个人在绸庄里 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是啊 早点回去吧 免得又让雪梅误会了 把账算到我们若云头上 妈 是啊 都怪我 啰嗦起来就没完没了 世红啊 兵风 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好 伯父 伯母 那我们先告辞了 好 我送你们 来 世红 刚才我还真担心你跟我爹提起白元的事呢 你怎么会知道白元的事情 我见过白元了 白元找上你了 是 是在街上遇见他的 那他有没有欺负你啊 没有 好歹 我们也是表兄妹 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只是他对我爹可是恨之入骨 他总认为他父亲的死是因为我爹 但是我却听我爹跟我说 姑父是因为他挥霍无度 所以落得穷困潦倒的下场 最后头颈自杀的 看来白元跟我爹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怎么看来 买回那栋老柴的事 就已经不是一件单纯的事了 白元他现在对周伯父 展开一连串的抱负 洛云 你千万不要单独跟他在一块 那太危险了 世红 刚才我不都说了吗 毕竟我们是表兄妹 他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别高估他的人品 他连自己舅舅都敢下手 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白元既然是要存心报复 那么周家老宅的事 应该只是个开始 往后他会使什么坏心眼 我们也摸不清楚 这件事也急不得 我会去跟他周旋的 世红 你就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 现在我们住在这里也挺好的 铁川能够找回来 我已经心存感激了 你还是把心思 放在雪梅身上吧 好了 你们快回去吧 回去吧 雪梅 这么晚了 你怎么在这里啊 小山呢 我在等你们呢 哦 我和世红刚刚在街上分了手 她先回去了 所以我就绕过来看看 你跟世红在忙什么呢 刚刚去了哪里 我们在忙着到处找铁川 后来找到周家的时候 才知道铁川已经回去了 真的啊 太好了 我还真担心 铁川会出什么事情呢 幸好她回来了 你看你的表情 你是替若芸高兴呢 还是替你自己高兴啊 好 算你猜对了 我是为我自己 只要铁川在 在社会道德的牵制下 至少世红和若芸之间 还会有所节制 但如果铁川一旦消失了 世红想要照顾若芸的决心 怕是谁也拦不住的 你真的是对自己 太没有信心了 我的信心 早被世红摧毁了 雪妹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不管铁川存在与否 他这辈子都会是若芸的丈夫 而世红 只会是若芸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禀风 为什么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总能让我宽心呢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成为第二个铁川 互相的不信任 只会让彼此一辈子痛苦 我不会变成林铁川的 我不会变成林铁川的 我跟世红 只会做一对让人羡慕的夫妻 我的这段婚姻 是用我的生命做的赌注 我绝对不会输的 好了 很晚了 我走了 听说这里挺灵的啊 好 请等一等 去等一等 去等一等 来 DER 瑶妊 我 又想起以前的事了吧 都成年往事了 别老记在心里 我们进去吧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怎么可能做汪家的媳妇呢 要传出去 外人会怎么看我们汪家呀 我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孩子生下来不能没有爹呀 若云是我们周家唯一的血脉 我请求佛祖保佑他平平安安 免受灾难 保佑铁川的腿 让他早日痊愈 让我们周家回到往日的安宁 和雨晴 你肚子里的孩子必须拿掉 你要是想把这孩子生下来 不但会毁了我和郑家的婚事 不 也会阻碍我汪剑堂的大好前程 不 所以乖乖听话 把药喝了 我不要 青唐 这是我们的孩子 是你的亲骨肉啊 喝 不 喝呀 你 我不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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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琴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来 雨晴 你记得吗 当年就是在这里 我曾经对你许下过诺言 要照顾你 保护你一辈子 让我们这个家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回想 我真是对不起你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这么多年来 你对我还要对若云的照顾 一辈子都感激不尽 你也是我的妻子 若云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能不照顾你呢 只是周家败在我的手里 这往后 要你们过苦日子了 虽然周家的老宅被霸占了 可是至少我们全家 还相守在一起 雨晴 你和若云 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亲领 我们一定要好好守在一起 千万不能让别人给拆散了 看你说的 血浓如水 谁又能拆散得了我们 谁又能拆散得了我们 白爷请 您慢点啊 你不是白云吗 白爷 白爷 乙轩 跟白云说话的那个人 不是上次来家里讨差的 那个恶婚吗 我现在就带您去看看 去去去去 白爷 这真没合理 雨晴 您先去任行堂抓药 我现在就带您去看看 我去看看究竟 让 雨晴 白爷 白云 白云 舅舅 你干什么你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他 放开他 兔崽子 舅舅 您这么多年了 这脾气还没改啊 你少跟我啰嗦 你跟我说清楚 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我手下的 事还用人 交代 过来过来 你干什么缺德事呢 让我舅舅一见你 就吹胡子瞪眼的 我不是一再告诫过你们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 最讲究的是与人为善 人家顾客手气背 点了宅子 怎么还搞得一副 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来啊 你这个狼性狗废的东西 就凭你有点本事 什么狗屁叨叨的事做不出来 你说得对 你说得太对了 我试一丁点本事也没有 这几年全仰仗着舅舅的宽照 在舟机帐房里呢 攒了点小钱 怪不得 原来你早就勾结坏人 吃里怕外 你重新想搞垮周姬 你说得没错 周姬不倒 你就难笑我心头之恨 你说什么 我要不是念你父母双亡 即使我把你留在身边 你现在不知道 沦落在什么地方 你不报恩也就罢了 你还恨将仇报 你陷害自己的家人 亲手不辱 我亲手不辱 舅舅 难道你忘了 周姬的一半江山 是我爹打下来的 您过得荣华富贵 我爹呢 我只不过在周家 拿了一点小钱 你就把我轰出了周家 全人不管我的死活 现在你居然跟我讨恩情 百岳 我是把你赶出了周家 对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 总想找机会把你拉回来 我那是恨铁不成钢 况且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爹 我该给他的钱 一分也没有少过 是他自己在外面抽大烟 捧锡子 他要娶二姨太 知道逼死你吗 我才跟他 再逼 再逼 你可以骗戒 天下所有的人 但你骗不了我 我爹就是让你给逼他 才会偷井自尽的 没有人逼他去死 是你爹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你日夜买醉才会失足落井的 失足落井 难道这也怨我 您撇得倒挺干净啊 我带走 走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禀风 禀风 夫人 你怎么来了 雨萱她 老爷怎么了 我们碰到白园了 老爷没跟白园起冲突吧 没有没有 雨萱把白园赶出去以后 一直很愧疚 她跟我提过 要是再碰到白园 一定要把她带回身边 我们今天碰到白园了 可是没有想到 她竟然跟那个恶棍在一起 我记起那个人是谁了 她就是当初来我们家讨债 硬逼着我们拿老宅 抵债的那个人 伯母 那周伯父现在人呢 她跟踪他们两个人去了 我怎么那么糊涂 当时没有拦住她 那天 雨萱就是被那个人 打得快死了 我还怕雨萱会出事啊 伯母 你先回去 我跟禀风 一定会把周伯父平安带回去的 你要小心啊 那个人不是好东西 夫人 您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我们两个大男人 不会有事的 放开 你不是想要回这儿老宅子吗 你跟我爹说 说 你疯了 你爹都走了十几年了 他没走 害怕了吧 我回来以后 就把他们的牌位立起来了 当了十几年的过魂野鬼了 我这个当儿子的 总算给他们找到个家了 你又不认识我 舅舅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我爹 好好的日子不过 做了井下之鬼 人死了以后 你随便找个地方就给埋了 你是为了你周雨萱的面子 还是你作罪心绪 派人说你谋财害命啊 你胡说 你不要血口派人 颠倒是非 黑白不分 你是被仇恨冲昏了头啊 好了 不要再狡辩了 跪下 给我爹跪下 好好摘回你的罪行 我没对不起你爹 凭什么给他跪下 你爹他承受不起 好 好啊 我倒要看看 我爹到底能不能承受得起 让他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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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跪下 给我跪下 磕头 磕头 磕呀 白鸳 我平日待你不保 是吗 我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呀 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亲外甥啊 想当初如果你把若芸 许配给了于世红 我也认了 门当户对嘛 可是你偏偏把若芸 许配给了林铁川 他是什么人 他这不是周家的一个奴子 你这儿 我跟若芸 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我在你心里 连个奴才都不如吧 这下好了 李铁川变成了废人 若芸 落得守活寡了 老天真是开眼哪 报应在你女儿世上 你这个天杀 我不允许你诅咒我女儿 天啊 我怎么会诅咒她呢 我是心疼啊 我心疼 站住 你们干什么的 把白鸳给我叫出来 快点 干什么呢 原来是朱大爷 朕不巧 我们白鸳不在 把周老爷交出来 原来是于稷酬庄的于老板 我们这儿是白府 没什么周老爷 您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世红 少跟他们啰嗦 边打边找 你们要干什么 我爹的王魂 就在下面等着你 您看是您自己下去呢 还是我帮您一把呀 你这个混蛋 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孽子来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又不是你们周家的子孙 您哪 就安心上路吧 我一定好好替您 找个若云表妹 你要是敢动若云 你跟汉毛 我做鬼也找不了你 老爷 你已经老了 没用了 活着只是个累赘 这回脱了一个肉 你要搞清楚 我是在帮你 帮你照顾周家大小的后半辈子 你现在可以体会 我爹当时的心情了吧 我现在就要你来偿命 扔下去 老爷 你 白云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对你自己的舅舅啊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们家族恩怨 你们这些外人 少管闲事 你先是谋财 现在要害命 当真没有王法了 余老板 想当初 这个周老头活生生地 把你和若云拆散了 一开始我就替你抱不平 这会儿 我正替你出这口气呢 你怎么反而怪起我来了 白云 我告诉你 养育之恩大过天 怎么说周伯父 都是养育你长大的舅舅 你最后适可而知 禀风 走 老爷 我们走 走 废物 废物 起来 起来呀 怎么还不回来呀 祭司人 玉璇 你千万不能出事情啊 妈 我出去一下 你要去哪儿啊 你爹还没回来呢 我去找白云 不能去 对 要是禀风和世红 都没办法把你爹带回来 你去了也没有用啊 妈 我跟白云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是我的亲表哥 他能把我怎么样啊 什么亲表哥 你爹还是一手 把他养大的亲舅舅呢 这个白云 他怎么会跟赌场的恶棍 混在一起呢 我的心老是很不安 但我总觉得 白云就是冲着我们周家来的 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好 老爷 慢点 雨萱 来 来 爹 爹 爹 来 怎么了 爹 雨萱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是让白云打得对不对 他疯了是不是 他怎么下得了手啊 好了 我没事了 多亏是洪和冰封区的走 不然 我真的被他推到井里去了 什么 他要对您下毒手啊 还好我们俩及时赶到 要不然 老爷这条命真是不跑 看来 他真的是要置我们周家于死地啊 爹 上次跟您说了别去找他 您干吗还要去啊 我 百元自想就让你姑父灌输的 以为是我们家对不起他们 没想到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还是化解不了他心中的怨恨 他一定认为 姑父是被我爹逼死的 我不是要刻意隐瞒 当年他还只是个孩子 我是考虑他父母的名节 爹 您别说了 您能平安到回来呀 已经是万幸了 快俊气歇着吧 若云 杨子不叫父之过 他毕竟是你姑妈唯一的血脉 可我想不到 让周家落到这不田地的人 竟然是 我心不甘哪 这非议的祖宅都保不住 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爹 您别操心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老宅要回来的 若云 白渊已经不是当年的白渊了 你别招惹他了 他处心积虑 就是要掏空周家 报复周家 他把我们周家的根都给刨了 还想要赶尽杀绝吗 他都是冲着我来的 你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畜生 不只是想要周家的老宅 这个狼心狗妃的东西 迟早会得到暴力 禀风 谢谢你啊 幸好有你跟世红在 夫人 怎么这么说呢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对了 世红怎么没有跟你一道过来啊 他先回仇庄了 他是顾及我 所以才不肯到这儿来吧 你有什么好顾及的 他仇庄里还有很多事 要等他处理 你不要老拿话挤着他 行不行啊 爹 我扶您进去休息 来 来 小心啊 来 停一停 停 世红 世红 什么事啊 学妹 有一批货出了问题 怎么办呀 是哪一批货出了问题 就是何老板那二十匹绸缎 他硬是说有瑕疵 要退货 没关系 我这就去处理 世红 禀风 周伯父回到家里 一切都还好吧 老爷的心情是已经平复了 可我担心的是 这往后白元不知道 还要搞出什么名堂 看来 我们跟白元的恩怨 必须要做个彻底的了断 我有事 是 回来再说 禀风 许美 什么事 我心情不好 陪我出去走走 走啊 世红居然为了帮周家 连白元那种恶霸都得罪了 那以后瑜伽 还有什么安宁日子可过 白元这个人 本来就心仪而小 复仇心又强 当年他急于若芸 因为得不到 所以犹碍生恨 无时无刻不再找机会 报复周家 再加上铁川现在 又没有能力保护若芸 我一想到这个事情 我就头疼啊 我就说吧 周若芸他是祸水 连白元那种人他都要招惹 这要是传出去 外面的人还以为 世红是为了争夺周若芸 才和恶霸大大出手的 那我不丢死人了 我是他的未婚妻 要承受这么多异样的眼光 他从来都不为我考虑 雪梅 你别生气嘛 都怪我多罪 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 岳飞风 禀风 如果有一天 我跟世红分手 你会怎么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还能忍耐多久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我好想大发脾气 我好想去跟世红理论 我不想再这样委屈地过日子了 你们不是已经和好弄出了吗 怎么又闹别扭了呢 雪梅 这么多年你都忍下来了 再说现在你也已经订婚了 我知道世红的为人 你在家把劲 一定可以感动世红的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你怎么这么说呢 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的 冰峰 冰峰 抓冰峰 放手 爹 毛工 那马尔 啊 我 了 感谢观看